繁忙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2019年这里的年旅客吞吐量 达到了一亿多人次 起降近60万架次 年消耗航空煤油300多万吨 每位旅客带着新生活的期许 亦或是离愁别续 从这里起飞降落 可在这背后 有数以千计的部门 在为保障飞机的安全飞行忙碌着 其中有一个部门极其重要 而又显为人知 那就是飞机发动机油品保障部 航空的油管理 最重要的就是质量管理 汽车假如油有问题 在路上可以停 不飞机在停的时候不能停的 不合格的油品 绝对不准加上飞机 我们叫停条 又叫红线 这种无色透明的油 就是飞机发动机所用的燃料 航空煤油 它是飞机的动力支援 它从诞生到注入飞机上 每进出一个存储装置 都需要进行过滤 为的就是过滤掉 可能存在的杂质 而航油最怕的杂质 恰恰是看起来最常见的物质 水 所以必须杜绝航油品质 不过关带来的安全隐患 航空煤油这样高规格的待遇 凸显了它在油品中尊贵的身份 这与我们对煤油的印象 或多或少有点出入 煤油不是用来点煤油灯的吗 它什么时候变成这么高大上的东西了 这个问题还真不那么好回答 只能说一种油的性质和它的用途 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看一看 煤油 汽油和柴油的三兄弟 是如何脱胎于石油 他们又都经历了怎样的沉浮绅势 才找到了各自大显身手的舞台 石油的橙油基里 有生物沉积变油和石化油两种学说 前者较广为接受 他们认为石油是古代海洋 或湖泊中的生物 经过漫长的演化所形成 属于生物沉积变油不可再生 而后者认为 石油是由地壳内本身的碳 生成 与生物无关可以再生 但不论怎样 我们从井下采上来的石油 最多只能算得上是半成品 要想为我们人类所应用 还需要一系列的提炼加工 原因我们经过肠碱压蒸瘤 然后经过催化烈化 从沸点可以分离出来 从氢到重 汽油 煤油 然后是柴油一系列的硫分段 石油也就是常说的原油 它的提炼过程 用专业的话讲就是石油分流 通常最先沸腾的肯定是汽油 因为汽油的沸点 在50到200摄氏度之间 煤油的沸点 通常在110到350摄氏度之间 而柴油的沸点 在160到370摄氏度之间 这样通过一系列的提炼 就能产生汽油 煤油和柴油 随后工作人员会把提炼过后的原油 再进行第二次加工 基本上各种油就这样提炼出来了 如今煤油 汽油 柴油三兄弟 是衍生于石油的最重要的产品 但从历史的发展来说 可没有那么水到渠成 这三种油找到自己发光发热的地方 着实烧掉了发明家们好多的脑细胞 这三种油一旦进入自己最适合的那款发动机 人类的文明仿佛开启了加速度模式 世界开始变得完全不同了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泰特斯维尔附近的一条小河 乍看之下 这就是一条普通的小溪 甚至没有任何景色可言 可溪边那残存的黑油 好像在宣告着它曾经特殊的历史地位 这里面的黑水就是石油 因此人们称这条河为石油溪 19世纪50年代 当时谁也想不到 这条黑河会为工业革命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然后后来有一些经济头脑的人 到这块就发现石油它能点燃 这个石油产品还可以用作粘合剂 建筑材料 另外当时还有人受伤了之后 怕感染嘛 就把这个石油这个东西抹到了手上 受伤口这块 很快这个伤口它就好了 所以就发现这个石油它有很多的用途 1859年 游警主人德雷克与工人建起了一座木制塔楼 里面的每一个装置会在蒸汽的驱动下精密运转 就这样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口商业油井诞生了 从此这里每天可以生产35桶石油 并以40美元的价格出售 德雷克井的发现是拉开了我们现代石油工业的序木 我们说德雷克的井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几口井 而是一个是非常庞大的现代石油工业的产生 从德雷克井的产生到我们的钻井 到我们的藏书的运输 到我们的炼油 到我们的石油的储运销售 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链 而且这个产业链很长 它影响的范围也很广 所以对美国早期的经济的影响 非常非常庞大 美国人率先找到了开启宝藏的那把钥匙 开展了大量石油商业化开采 美油作为石油大公司的第一家分店 为总公司提供了不菲的收益 一时间成为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奢侈品 随着石油产量暴增 煤油开始变得便宜了 新能源的诞生点亮了我们的生活 渴望改变生活的人们趋之若鹜 但像很多产品一样 新事物进入生活 往往在带来方便的同时 隐患变得无处不在 各地煤油灯失火的情况屡见爆端 因此早期的煤油也叫火油 灯油火水 煤油灯驱散了夜间的黑暗 使得人类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夜生活 比如读书 聚会 消费 还有加班 然而煤油灯也有一个可怕的缺点 1871年 一盏打翻的煤油灯引发的大火 横扫了芝加哥 烧毁了一万块